强台苏拉B近往西北方向移动接近台湾 暴风圈影响范围包括横春半岛屏东陆地还有华东地区 降雨比较明显的区域从29号到9月1号 贴降局预估总雨量宜兰山区150到300毫米 华东的平地和山区在200到600毫米之间 南高平地区总雨量最高来到350毫米 至于8月上旬才被喀罗台风重创的南投县仁爱乡 台海应变中心也二级开设 南投县在这次的防災整备中依然备受关注 也谈到易造成土石流形成孤岛的地区 部落间共用的紧急通讯设备 如有不足短期将由临近的派出所或分柱所协助 农业部也进一步说明因应卡路台风造成的灾情 南投县仁爱乡土石流警戒基准值 由300毫米紧急调降到250毫米 目前仁爱乡已经有部分村长向村民劝导先行撤离 到收容所或是离家一清 目前并无村民撤离 台北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